嘩嘩嘩,敢跳發,他的鈣一定很夠了 一個成年人每天需要大概800至1200鈣的攝取量 一杯奶大概有250毫克的鈣,大概是4杯奶 醫生指,亞洲人比較少食用奶類製品 因此比西方人容易幻想骨質疏鬆 而鈣的吸收又需要維他命D附助 人體可以透過接觸陽光合成維他命D 但不少女士都會著重防曬,少接觸陽光 長遠影響鈣的吸收,容易幻想骨質疏鬆 如果長期不夠鈣,就會容易肌肉無力 或者抽筋,就會容易影響心臟的機能 會守腳麻痺,加快骨鈣的流失 正式最有效吸收鈣應該是18歲至35歲左右 通常到30至35歲,鈣就不會再儲存到裡面 即35歲之後,鈣就會慢慢地流失 其實不關男性或者女性的事 男女到30多歲,都不會再增加鈣 都市人通常都難以透過日常飲食,補充足夠鈣質 因此服食鈣片亦都是方法之一 但是長期吸收過多的鈣,就會令血液中的鈣質變高 當身體的鈣是比較高的話 就會希望排出過多的鈣 排出鈣的地方,大部分都經過腎臟 所以由於腎臟突然之間要處理大量的鈣 超越了負荷 鈣就可能積聚在腎或者尿道 變成了腎石和尿道石 因此本身生腎石又或者尿道石的患者 就不適合服食鈣片 若果想避免生食 可以將鈣片分開早晚服用 亦要多點飲水 中和腎臟內鈣的濃度 房間的鈣片有便宜有貴 但其實質素和價錢是無關的 釋放率先是關鍵 釋放率越高 人體吸收的鈣就會越多 鈣補充劑當然市面上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碳酸鈣通常會比較普及 因為價錢會比較便宜 碳酸鈣本身化學的成分 每一個單位大概釋放到41%鈣的成分 但碳酸鈣就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好的胃 還有有足夠的胃酸才能夠釋放到這些鈣 因此服食了胃酸抑制劑 就不適合服食碳酸鈣 檸檬酸鈣就是第二比較多人選擇 但檸檬酸鈣就貴少少 在市面的選擇就沒有那麼多 檸檬酸鈣的好處是不需要依賴胃酸去吸收 而釋放率就較碳酸鈣是低的 一個gm就可能只有20%的鈣 就比碳酸鈣少了一半 而標榜天然提煉的海藻鈣又如何呢 海藻鈣由於可能製作過程比較貴一些 而釋放率大概只有10%左右 海藻鈣的海藻膜可以在胃補膜 就算有胃痛、胃炎的病人都適合 胸肚食不會相胃 不過由於不夠胃酸就會吸收得不好 尤其是碳酸鈣需要有胃酸 所以在餐後吃就最容易吸收 如果打算吃1000毫克的鈣 最好就分開早晚吃 因為每次吸收太多的話就吸收得不好 而且會有便秘的副作用 號召有心人幫學生撐足一年看蘋果 請職行動